为什么头部受伤会造成这个血压上升呢 因为我们人的脑子 是我们最要维持它氧气供应的 人的脑子其他地方缺氧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晓得 人死了有人过了三个月胡子还在这 可是脑子五分钟没有氧气 他就挂了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身上就一定要把到头上去的血压怀要加强 拉高 那么拉高它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共振的重要 他这个时候呢 这个心脏就在调配什么事情呢 他在调配 你哪里打坏了 压力 你共振不好了 压力就进不去了 所以他就把这个压力提高 所以我在说 心脏里头有几十个小电脑 小电脑 他就计算了 他还算算算 哎呀 要增加这里 他就把你这一个循环拉高 这个循环拉高呢 通常表现在 你可以 你假如粗看的话呢 一定表现在什么 表现在心脏 整个输出来的这个波 变大了 因为怎么了 心脏要比较用力 来支援这个 已经有地方打坏的这个事实 那问题是说 你刚才说大脑嘛 那身上其他地方坏了 按道理说 他也有这样的一个 对 通常 我们身上的优先顺序 是 当然第一个是心肺 再过来 他就会救脑子 他会救脑子 当然人真的在修课的时候 他就只留着心肺了 连脑子都不要 那是严重修课的时候 再次大 次一点的修课呢 他就会要脑子心肺 所以通常很多得胃病的人 或者是手脚会 常常扭到 常常坏掉 老是一下这里扭 那里扭 那个经常是心脏的功能不够了 你真正要注意的是心脏的病 不是手的病 他因为你 他心脏的血 供应不足了 他就会选择性的 把一些地方关掉 他没有那么灵敏 他不是 他就减少那里的输出 他第一个一定是把胃的循环限量 胃的循环限量其实有它的好处 为什么呢 通常你的胃的循环一少 你胃口就变差了 对 然后你就吃得少 对 你就会怎样 减肥 对 所以这个是身体的保护装置 对 那你胃口一不好 你自己就会瘦一点 对 那你问题也就解决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减肥了 减了肥之后 对心的压力就少了 因为你这个是西医研究的结果 你每重一公斤的话 你身上的血管要多两公里 你要想想看 两公里多长的血管 那你心脏就吃力嘛 所以它的负担就越来越大 所以他们现在说 所有的慢性病治疗 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 减肥 对 减肥 减肥